梅答应离开时未曾向皇后行礼 皇后身边的苏恋指出她的不当之处 梅答应一把枪的推开 导致苏恋的手受伤 皇后十分不悦 可碍于皇帝却不好发作 贵妃担心自己打伤了梅答应的脸 会受到皇上的怪罪 皇后命苏恋去太医院取些药膏 替贵妃送给梅答应 如意随梅答应回宫 发现了宫内燃着的是 本不应由答应使用的红罗炭 梅答应宫中挂着皇帝赐予的匾额 上面写着遗招殊胜四个字 梅答应却不知其为何意 如意向他解释说 这是女子和善谨慎 以表一德之意 这时苏恋给梅答应送来了消肿药膏 梅答应却十分不屑 答应指得收下药膏 贵妃在宫中发现如意身边的三宝 从自己宫内的后门回轨碎碎地走出 连忙避人去查 结果得知三宝是在悄悄给海长寨送炭 海长寨在自己的房内安心读书 得知贵妃娘娘身体不适 只能前去请安 瑞欣在贵妃面前指出 海长寨平日饭菜不俗 惹得贵妃大怒 指责他装可怜将其赶出房内 贵妃身边的家贵人提示贵妃 说海长寨心思阴毒 偷贵妃的炭火 但他寒症发作 想让贵妃因此陷害海长寨 卢一廷说海长寨被发现 拖到贵妃宫中的轰落碳 要被贵妃用刑连忙赶到闲浮宫 闲浮宫内海长寨跪在雪中 哭着称自己没有偷到 海长寨身边的宫女湘云 称海长寨嫉妒贵妃娘娘 并指使自己偷炭 这时海长寨晕晕倒在雪中 瑞欣求王公公通传皇上 救救海长寨 却被王公公拒绝 李玉看见此事 主动提出帮助瑞欣 前赴宫内贵妃命双喜 到海长寨屋内搜查红楼碳 并被宫女脱了海长寨身上的衣服搜身 如意出面阻止 贵妃罚如意一同跪在雪中 海长寨不愿受辱 也不想连累如意 承认自己偷了贵妃的烫火 这时皇上赶到 贵妃向皇上哭诉自己的委屈 贵妃说海长寨以下犯上 贤妃对自己无礼应当处罚 皇上说自己要赏罚分明 命人带上香云 临行时 皇上命贵妃三个月内 在宫中安心静养 不宜办家 并将海长寨 移治如意的延洗宫 如意回到宫内 江坦一说海长寨 双足的涌泉穴受伤 身体十分虚弱 阿若为如意抱不平 想让如意使出手段 拉拢皇上 如意说贵妃如今形式鲁莽 已惹怒了皇上 日后必会受苦 随后如意夸赞瑞欣 心思细腻 眼睛落在实处 日后让瑞欣多为自己留意 未经许多好 未经许多好